然後那個水晶也是敗筆,你們一根水晶支持了自己所有的家當 這是一場夏德瑪和夏德瑪之間的戰鬥啊 我怎麼感覺這兩個人長得有點像啊 那只是,impact好像更加魁梧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出身點位啊 屬於下方紅色的神助選手就是來自於KD戰隊的Chest 而屬於上方,實際上方向的是橘黃色的重駐選手 是來自於KD戰隊的impact 這場比賽,SKD不能再輸了 真的不能再輸了 從實力上來說,我告訴你,從實力上來說 Trust的實力應該是強於impact 因為Trust是進過SSL16強的選手 還是一個有實力的選手 但impact的這種個人聯賽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機會進入16強的 所以說從實力上來說,我覺得Trust的實力還是強於對手 但這個比賽呢,不好說 看大家準備,我覺得準備很重要 這個比賽的對陣很早就出來了 所以說他們有很多時間去準備 Trust的前置雙兵贏啊 這個圖前置雙兵贏 不是非常好,因為有點遠 他可能是想抓對手一個裸三吧 但impact的這個開局呢,其實 他是沒有,他的氣況非常晚 所以說,這樣的開局還是有可能被射的 看前面兩個使徒飄得怎麼樣 先把他口堵住 狗速非常慢的話使徒如果穩健一點的話 使徒是死不了的 雙使徒 先飄一波再說 先飄一波再說 這兩個小狗打算去 繞路啊,但是Trust的細節做得很好啊 直接點VC啊 好,看一下沒有農民,細節做得不錯 看趕快飄進來 可以了呀,走了呀 欸,這不是細節做得很好嗎 這這都能進去啊 這,為什麼這也進去了嘛 不過還好,上面好像沒有女王,就一個女王 好,一個 兩個,三個呢 怎麼點,點了這個氣況嘛 好,守住了,守住這一波 關鍵是看到VC啊 看到VC對於 防守了喔 我來說算了,命令人不行 很重要 我發現這個挑戰 狗速快了,這個 這個,使徒是跑不了的 肯定要死 啊,現在追著,追著 這種是不可能跑的 直接比亞三兵贏 生死圖的射速 四兵贏了已經 這個戰術有點太 就太 太鮮明了這種太明顯了 大哥你下個毒暴蟲巢 你家毒暴蟲巢搞毛啊 下個蟑螂塔防好不好 雖然前期那一波你的確是 守得還是不錯的 但是你不要去下毒暴蟲巢防 下毒暴蟲巢防很不穩的 下防空 他可能 他覺得難道是引刀嗎 沒道理啊 這種引刀 能進能夠刷的時候能夠 下引刀塔 下東西的呢 這種 這種都會有 然後就不管了 我靠能進那麼牛逼啊 欸這我還 第一次發現啊 欸這我真不知道 這個我真不知道 好各種飄 這個位置卡的很不錯 毒暴從後面撞上來漂亮 毒暴都還可以 但太少了 這邊 哦呦 他一下啊 繼續飄 唉呦我覺得 硬派的亂了 硬派的亂了 非常亂這個時候 很亂 毒暴從防守 是很不靠譜的一件事情 好啦再卡個位置 嘖 著重了這著重了 雖然農民沒死很多 但是 節奏大亂啊 嗯 你撞嘛你撞嘛 這這兩個毒暴 這樣撞簡直就是 浪費啊 好再飄 再殺 差不多可以刷引刀啦 跑到裡面刷引刀 人進行飛上來了 死了 已經死了 裡面好像是沒有 家裡面好像沒有那個的 沒有防空的 有一個防空 但沒關係 搶砍三個非洲人 被你們殺的 被砍的媽都不認識了 天吶 是嗎 1比3啦 不過還好 你們不要擠還好 下一場是Duck Duck要打Rate Rate這個PBZ是出了名的菜 你看他剛才那張臉就知道沒有信心 所以說 Duck是穩贏版 Duck是不可能輸給Rate的 我沒難 我真沒難 你們待會看吧 看出來他這張臉 這個排陣 他已經知道 這個勝利跟他已經沒有關係了 不可能的呀 你們相信我呀 Duck不可能輸的呀 VP他無敵的呀 我 我不是相信Duck的這個VP 而是我太相信Rate這個PBZ了 那麼穩的PBZ 對不對 一個穩掛板 一個書寫在臉上的 怎麼可能能贏嘛 這件事呢 這件事你們相信我 你們看著你們看著 好吧 我們用事實說話啊 直接發播廣告 這件事呢 他們為什麽 為什麼這個手遊我記得有很多個版本的廣告啊 光斯瓦辛格就有兩個,這是一個新的 SKT已經做好了大將戰的準備 Dark, Indomation,全部獲勝 然後再讓Dark去打大將戰 Dark打大將戰也是很穩的 我實在想不出KT有任何人能夠在大將戰都能夠贏Dark 啊你們稍微等一下,有人開門我開一下門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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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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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广告还是蛮全面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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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